老人常说,秋天的萝卜晒人生 用它单位上隔夜吃剩下的馒头 只需放在搅肉机里搅一搅 出锅就是一道代应菜 比带鱼大肉都好吃 一口一个,越吃越香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 首先,准备一个青萝卜 去掉头尾两端 改刀切成细丝 最后切成小碎丁 装入盆中备用 接着,再准备上一根胡萝卜 一样的,也是切成小碎丁 一起装入盆中 再加入20克的姜末 一大把的葱花 备用 接着,准备上一个隔夜吃剩下的馒头 馒头的表皮比较干 我们先给它撕下来 直接给它吃掉 一点都不会浪费 我每天都会分享一道家常美食 点击关注和收藏 想吃不会做的时候 可以随时找到我 您的点赞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非常感谢 接着准备上一个搅肉机 把馒头撕成小块 直接倒入萝卜中 调味只需加入少许食盐 半勺鸡粉 半勺五香粉 半勺花椒粉 再加入少许的酒装蚝油提鲜 然后往里面刻入三颗新鲜的母鸡蛋 像视频中这样 搅拌均匀 让每个食材上都裹满蛋液 就可以往里面加入一大勺的玉米淀粉 朝着一个方向继续搅拌 接着往里面加入一颗的小苏打 半勺的食用油 继续朝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了 占入小苏打可以使颜色更加的翠绿 成品颜色更好看 全部处理好之后 放在一边备用的 锅中都加一些食用油 用筷子测试油温 冒着小泡泡即可 用虎口挤出一个丸子 放在勺子上 六成油温小火慢炸 在炸丸子的时候 我们的勺子要蘸上食用油 再把丸子放在勺子上 然后放入油锅中的时候 丸子就会迅速的脱离勺子 一点都不粘 一次不要放入的太多 刚刚放进去的时候 先不要搅动 等它稍微定型 用铲子推动一下 防止粘连在一起 还可以受热更加的均匀 全程只需炸上三到四分钟 像这样炸至颜色金黄 外皮酥脆即可捞出控油 让做好的甘茄萝卜丸子 外酥里软不回缩 真的是比肉丸子都还要好吃 既可以直接吃 还可以用它来做丸子汤 银腰美味 好吃到停不上来 快试试吧 继续